县长林明珍在主持新一乡龙华桥改建工程动土典礼后 在立委许淑华、县议员陈淑慧、新一乡长全治坚及公务处长陈锡武陪同夏 一同前往新一乡头93线道路改善工程视察 林县长表示,南投县发展观光首都手中交通基础建设 完善的道路交通网路,让未来南投游玩的旅客更便利 县长林明珍在立委许淑华、议员陈淑慧、新一乡长全治坚 以及公务处长陈锡武陪同夏 一同前往新一乡头93线道路改善管工视察 林县长表示,残业道路改善工程不仅是偏向农民最需求 也是保障农业发展观光利器 县府虽然财政不宽裕,但对于县民迫弃需求 县府仍会积极筹筹筹费改善,让县民更安全便利 这条道路如果没有透款的话 我们这个在同龄社区,还有我们的超培桃 这个小孩子要上学,就没有车子可以来把它运送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道路透宽,变成宽一点 那么中霸可以来行驶 包括来这边赏鹰的游客都可以走这条道路比较近 同时这个道路改善之后,对整个我们同龄社区 还有这个超培桃这边的鸡饼进出都带来非常大的方便 陪同县长会刊的新一乡乡长全之间 对于林县长协助地方民众解决长期产业道路 以及农路维修的支持,纷纷表达感谢之意 县长针对这个我们这道路的拓框工程 这是对我们同龄社区帮助非常大 尤其是在大型车辆的通行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大型车辆是不可以进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同龄社区的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小孩子的接送 还是在我们游客的进出部分 农产品的销售,还有农产品的运送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也期盼这个道路改善之后 对我们地方的发展能够有很大的注意 县长林明珍表示 此次会刊的目的主要是实地了解 道路改善之后实际运用情况 让县府经费发挥最大效益 县府虽然财政不宽裕 但对于县民迫切需求 县府仍会积极丑措经费改善 让县民更安全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珍 所以你们能够用于县民族的 课论团阅 打赏支持明珍